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看到八分钟 看三十秒就行了 你看到三十一秒 准确的说看过三十一秒 那就算 就完全能帮助时操了 这是没错的 有朋友我看过 有朋友留言说有六个小时广告的 我看过两百分钟 两百三十多分钟的广告 比电影都长 他就放了个电影了 那他世界就这样了 今天我们看到一切都乱了 所以其实习近平的做法 他真的是他的生命使命 竭尽他最大的可能 让尚存人性的人 就是尚有一点点机会的人 能够看清中共的邪恶 这是正反两面 真的是正反两面 现在也比较容易了 我们看这篇文章是德国跟中共国结束了蜜月 将完全出于一种环境 就是说他的一种概念改变 就是他的整体国策的改变 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 9月14号 习近平跟欧盟的三个巨头会谈的时候 那是中共 习近平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点点希望 但他确实竭尽全力 他的竭尽全力就是他的生命使命 说白了 生命使命 中国共产党 整个人类社会中的中共的因素 以他为标志 完全结束在他手里面 这是我能理解的天定 这是天定 他的结束 结束中共的一切 他表现的一切 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最大的教训 教训所有那些唯利是处者 尚存利益的人 你愿意不愿意珍惜这一份机会 珍惜这一份机会 所以这是我们节目中讲过的 这篇文章是刚刚登出来的文章 今天9月20号 他说美国中部时间上午10点 就是刚刚登出来的 那我们所以他原文是 原文完全是英文的 所以中文呢 我们只是参考啊 这个原文是英文的 在商业时代的一篇杂志上登出来的 那英文呢 我们会因为中共走向国际社会 而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在自救 人的环境在自救 所以我更多的会引用一些英文的文章 但他为了能大家能够分享 看一些中文给他转成中文的 跟大家分享我尽我 我的能力所OK了 所以中间会有偏差的 中间的偏差以人家中文英文为准啊 这个我咱明确说出来 以人家英文为准 所以这里面意思就是 默克尔跟习近平拜拜 完全拜拜 在9月14号我们看到那个故事 默克尔他的整个发言不是很多 就是他做出了痛苦的选择 但这一份痛苦的选择呢 他就要必须给自己找到路途 所以这篇文章蛮专业的 我只能说蛮专业 默克尔的幻想完全毁灭 不得不远离跟中共 习视中共的关系 而加强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自由民主国家展开更多的业务 那日本韩国跟新加坡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是无法跟中国大陆的市场相比 那德国有着他的 他的仪器精密仪器 他的整个这个技术层面 跟他的工业制造水平 是有目共睹的 德国同样具备这样的能力 24小时可以造出原子弹 肯定可以 他不是一个 他是受到核限制的 但是他跟日本一样 如果他想触及到这方面 短短的一两天就可以 他完全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就他来讲 就像日本一样 二次大战的战败国 却是这世界上举足轻重的 以他的技术 以他整个 他的严谨的态度 德国跟日本都有类似了 严谨的态度 他的技术 他的整体的 科技的水平 在雄霸了这个 在成为这个地球上 完全不得不 就是完全存在的一个根本的理由 他的制造 他的根脉 跟中共国完全 跟中共的体制完全不同 德国是欧盟 欧洲最后一个对中共国不满的大国 所以这个话说的蛮特别的 离开中共国意味着商业贸易不在 不在 中国离开中共国商业跟贸易 中共国不是他的主要因素 那曾经以中国为中心 占了德国年贸易总额的50% 这我相信朋友能能接受能理解了 他占的额度太大了 那默克尔的考虑 做任何一个正常人的考虑 在做到这一份 格 决格的时候 决裂的时候 那不是嘴上说的 对不对 这个是硬碰硬的 几十年迷恋中共国 为了实现这样的格言 自欺欺人 相信中共的专制共产主义制度 以某种方式 透过经济广泛连接 而转变成自由开放更民主的制度 这显然是在翻译的过程中 出现一些偏差 就是说 他秉承的 还是在跟过去的 所谓的奥巴马年代 所谓的克林顿年代 类似的 让中共国的经济发达 让他拥有一定数量的 这个中产阶级 那中产阶级 在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 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目的 所以就会促成这个社会转型 那这里面包括习近平等 等这样的家族 这是他的看法 那这个看法 是 是非常愚昧的 他的看法的基础 他为什么在中共国不能够做成 中共国最最邪恶的 是摧毁了人们 摧毁了人们信仰的基础 在这点上 还远远邪恶了 邪恶过东欧 包括苏联 在东欧的转型的过程 1989年 90年 往前推到87年 在波兰 保加利亚 甚至罗马尼亚 这样的国度里面 天主教 东正教 这个罗马的教皇 起了相当决定性的因素 在波兰团结工会 他的精神的概念 他的人的生命认识 就是源自于 这个东正教 东正教或者 天主教 他当时主要是天主教 所以当时的这个 教皇曾经到过波兰 引起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 但中共国 全面摧毁人的信仰 特别是以 1999年 对法轮功的迫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共国人 没有能力 在物质享受 达到一定基础的时候 出现一种转型 他完全沉溺于在 阴邪之中 这是一个 下面我就不想放了 但这是这篇文章里的 一篇配图 这个文章 这个人 写文章的人 网站很开放 他用了成人男女的东西 来表示 说 哈尼姆 就是 德国跟 中共国之间的 蜜月的结束 但他的隐喻是 今天的中共国体制之下 那些所谓的中产阶级 完全沉溺于 没有信仰基础的 肉欲的基础上 然后他直接 文章里直接点名习近平 习近平到来 带着中共 要占据整个世界 为这不切实际的假设 付出绝对代价 付出绝对代价 不切实际 意思就是 嘲讽习近平 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他要称霸世界 所以 那 默克尔的德国 发现 他在 他自己 却在 习近平推动的 中共的霸权的 失败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就是说 其实 反过来这么讲吧 习近平的做法 用他的诚信 欺骗了默克尔 他大概的原因 是这样 就类似 19 类似2018年的 阿根廷的 这个 布伊诺斯艾利斯的 当时的峰会 中美峰会 习近平用自己的承诺 欺骗了川普 从而 带来了我们到现在看到的 一年半当中的故事 那 默克尔同样类似 上当 他说 这个改变 是默克尔在 今年一月份宣布的 德国将重新审视地图 作为欧洲人 我们必须 重新考虑 跟中共国之间的 关系跟立场 所以这篇的文章的揭示呢 也就是说 默克尔早在 今年一月份 他没有指明 是在大疫情出现前 跟出现后 没有 这个没有 但是 时间点 是这个时间点 9月2号 发布了 这个 叫 印太官方 外交政策 不支持强者法则 避免单方面依赖 都间接地提到了中共国 在9月2号的时候 他都不直接跟中共国提到 但是呢 他的说法 支持印太官方的 其实印太的官方文件呢 文件政策本身呢 那是来自于美国的政策 对吧 美国把太平洋 这个舰队太平洋司令部 改成叫印太司令部 跟这个印度 文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情 美国 台湾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印度 将在 他们原近在10月份 召开一个会议 就是共同 在全球共同价值观 在印太地区 维护安全的一个 共同会议 在 可能在下个星期 欧盟跟美国 将直接对话 来讨论 封堵中共国的概念 这些都是在 9月14号 习近平失去了 这个 失去 习近平在跟 欧洲 对话时 出现的状况的基础上 出现 这都很显然 欧洲的动作 是在9月14号之后出现 当时的文件通过就是 叫 印度洋太平洋新政策方针 强调法制和开放的重要性 法国 日本 澳大利亚 东盟 都采取了类似的方式 所以 这是一个整体性的 这里面 那这份文件 只是不包括美国 所以 它是以 以欧亚大陆为基础 以欧亚大陆为基础 联手 澳大利亚 出现了一个 相互叠加的政策 印太的政策 在美国的军事政策中 是从美国本土 到了印度洋 那这份 这份文件 是 从欧洲本土 涵盖到 这个大西洋 太平洋 涵盖到太平洋 涵盖到澳洲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接洽 以中共国为中心 一边是欧洲 一边是美洲 美国人 那包围在 涵盖在一起的 马斯 希望塑造这种秩序 基于规则 合作 而不是强者的法律 他强调了强者的法律 直接打击 中共国 习近平的 依法治国的说法 我一再强调 依法治国 没有神的背书 就是邪恶 就是真正的 魔鬼式 中共魔鬼式的东西 在人间的表现 所以 任何东西 都是有善恶两面 我 咱们到现在都可以讲 习近平 有着从善的基础 和可能 但他选择了恶 习近平 有着从善的基础 与可能 但他选择了恶 这是他的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加强 跟分享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国家合作 德国希望透过这样的文件 避免单方一来 深受中共国影响转变 将立刻影响到经济伙伴关系 人权 安全 期待国际的合作 东盟 文莱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马来西亚等等 外国专 外交专家说 这是德国巨大的地缘政治的政策性转变 正式承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 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更大限度的参与 亚洲的崛起 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这个地区 是本世纪这一百年来最关切 而中共国的侵略性的做法 就使得他必须遵循 有章可循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对国家重视的角度 所以他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大家听起来稍微有点拗口 但他的本质就是德国抛弃了中共国 抛弃了习是中共 结束了彼此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他德国宁肯失去他50%的贸易额 都要跟他决裂 欧洲觉醒 德国觉醒是欧洲觉醒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